鼎欣前董事长魏英冲昨天被起诉之后深夜裁定延压 这个关键就在检方出示一份在魏权总公司云端电脑所查获 卫福部的机密文件 到底是哪个单位泄密的呢 国民党立委飞鸿泰指出是屏东的公家机关 屏东县副县长钟嘉宾出面承认 是卫生局稽查员蔡清荣误传给鼎欣 但强调电子邮件上并没有载明是机密文件 目前全案屏东地检署已经以赌职和泄密罪分案调查 鼎欣前董事长魏英冲三十号遭彰化地检署起诉 原本律师立拼胶保 但检方在接押亭中出示在魏权总公司云端电脑所查获的 卫福部机密文件 强调魏家神通广大 胶保有串供灭证之余 这份证据成功说服法官魏英冲还押彰化看守所 但机密文件到底是从哪里流出 三十一号上午国民党立委费鸿泰 直指是屏东县公家机关 面对指控屏东县副县长钟嘉宾 随即在中午十一点四十分左右 与卫生局机查员蔡清荣一起出面 坦承这份由食药署发出 内容载明顶心市越南饲料油最大购油厂商的电子文件 是由蔡清荣在十月九号晚上 与机查项目清单 一起用传针误传给顶星屏东厂厂长曾启明 当初我要传的是这些资料 就是这些资料 就是这些越南油的一些相关资料 那因为不好意思连续好几天 一直每天都做得很晚 所以呢我当初在表单列印的时候呢 我是这样子印出来的 所以我没有我没有很小心再去把它注意 我就把它传过去了 在全国扩大机查黑心油的时刻 事先把食药署内部文件和机查项目传给业者 是否涉及泄密 钟嘉宾强调这封电子文件没有标注机密字样 屏东县政府卫生局跟卫福部或食药署 或食药署的南区管理中心的公文往来 没有拿过任何标示密件以上的公文 屏东地检署已经将蔡清荣列为泄密和毒质案的关系人 分案调查 不过屏东县政府先是在强灌黑心油事件中 错失茶气先机 现在又爆出机查员把茶油进度 事先泄露给顶心 而且过程疑点重重 接连两次重大疏漏 在法律责任之外 政治责任恐怕也躲不过 记者中文许正俊综合报道 在法律中文许正俊维合报道